《建民論》推牆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31號是《建民論》推牆的2408期 今天的節目是報導我們今天全球新聞排在頭條的 是在今天當地時間7月31號啊 哈馬斯武裝組織的最高領袖一號領導人叫伊斯梅爾哈尼亞 哈尼亞在伊朗首都德黑蘭它居住的那個豪華酒店裡面呢 遇襲身亡了這件事呢是從當地時間7月31號 它本人陣亡之後就在全球的媒體上面形成了巨大的什麼巨大的頭條 那麼基本上來講就是全球的新聞都在報導 哈馬斯的最高領導人哈尼亞呢被以色列摩殺者呢通過他們自己 技術手段把這個傢伙在德黑蘭首都把它幹掉了 那麼全球新聞都在報導這個事啊 哈尼亞是作為哈馬斯最高領導人 它一直是行蹤神秘莫測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究竟在哪裡 它這次是到伊朗呢參加伊朗新總統的救治典禮的 跟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和新總統呢都進行了嘛 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也就是哈馬斯之所以能夠有這個力量去襲擊以色列 它背後最大的金主和黑手呢就是伊朗 伊朗跟它之間呢是非常深厚的關係 那麼哈尼亞專門去出席了伊朗總統的救治典禮呢顯示出哈馬斯跟伊朗之間呢 他們彼此之間互相依靠的這種關係 那麼以色列的特工小組就準確地抓住了這個戰鬥時機 他們很精確地對哈尼亞呢進行了定點斬首 按照整個被斬首的現場 當地德黑蘭的警方以及伊朗的情報部門偵查最終現場的情況 世界各地的媒體都對這件事有一個具體的報導 那麼非常非常的精彩啊 今天我們的節目主要是跟大家披露 讓領導先走的摩薩德特工小組又一次精彩的定點斬首 它裡面的細節是什麼啊 以色列特工小組啊是準確地發射了兩枚叫拉斐爾長丁反坦克導彈 這種導彈呢它是非常非常的精確的 它是以色列自己製造的 是一種高科技便携式紅外線製造導彈 這種導彈具有發射觀察更新的製造效果 當導彈發射出去之後 射手仍然可以藉著那個尾隨的光纖導線啊 用光學手段去追蹤目標 甚至可以在中途切換到另外一個目標去 所以說這兩枚導彈精確地發射呢 第一枚導彈是直接擊中了哈尼亞的腹部和胸部 它當場逼命 第二枚導彈是把它所住的那個豪宅裡面的保鏢和其他恐怖分子呢 送他們一起呢跟領導上路了 那麼哈尼亞被治以後 哈馬斯在確認哈尼亞遇期身亡時候 他發布的聲明說什麼啊 說是這個對哈尼亞的這個斬首行動啊 以色列是在德黑蘭的住所實施了一個空隙 那麼你覺得這個空隙可能嗎 我可以告訴你講這完全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是以色列被大規模的空軍的戰鬥機進行空隙 但是呢網絡上呢這種傳聞很廣 因為網絡上有不止一個油管大V呢 為了搶先發布信息搶流量呢 都說是以色列的空軍執行任務的是F-35戰鬥機 對德黑蘭哈尼亞所住的那個豪華酒店大樓呢進行了轟炸 這種說法呢可以講叫毫無邏輯 因為以色列如果是為了斬首哈尼亞 出動大規模的空軍的戰機對德荷蘭進行空隙呢 這完全達不到效果 因為你一旦大規模的空軍戰機進入人家的領空 這就是戰爭嘛 通過戰爭來轟炸大道產出哈尼亞的這個目的呢是根本達不到的 因為長途空隙你的戰機一旦進入人家德黑蘭 進入人家伊朗的領空馬上就會引起人家察覺嘛 這不是摩薩德要幹的活摩薩德幹的活都是神不知鬼不覺 等你知道的時候領導已經先走了 那麼哈馬斯為什麼要這麼去宣傳呢? 哈馬斯宣傳是想挑起伊朗和以色列更大的仇恨 最好是直接引發伊朗能進攻以色列發動一場戰爭 藉機呢 哈馬斯通過伊朗來打擊以色列呢能給自己找到呢生存的餘地 這是嘛哈馬斯想利用哈尼亞的死呢挑撥戰爭挑撥矛盾 實際上呢嘛實際上哈尼亞他本人早就被摩薩德定為最主要的定點斬首目標了 啊摩薩德特工一直就是跟隨哈尼亞的過去哈尼亞呢他始終呢是躲在卡塔爾 他那個豪華地堡裡面你很難呢能接近他 那麼現在他既然出訪那出訪就有機會能夠嘛了解他各種行蹤啊 所以說呢摩薩德特工對哈尼亞到達德黑蘭他本人會見哈梅內伊和伊朗新總統 他來來回回的這個外交斡旋的這個路徑啊人家摩薩德特工是掌握的了如之長 對他自己下塔德黑蘭的那個酒店的狀況是住在哪個酒店住在幾號房間 對他的這個情況都進行了事先的偵查部署了提前的斬首行動的各種計劃 整個行動計劃制定的是非常精彩的未來我相信一定會被拍成電影的了 也就是摩薩德在完全了解哈尼亞如住德黑蘭哪一間豪華酒店住在豪華酒店的哪個客房 他們的這個行動計劃就開始了第一個是完全掌握他自己進入這個酒店是從哪一個通道 什麼時間能夠回到酒店酒店裡面所有房間裡面的布置完全清楚 他睡的那個大床是什麼位置這個大床所面臨的那個窗戶 因為他那個是個巨大的落地窗就是這個窗戶是什麼位置 他拉上窗簾以後從外面雖然是看不見但是人家是完全知道目標所在地的那個大床在哪裡 所以對這一點呢摩薩德事先呢就全部進行採點了解的一清而楚 第二個是準確掌握哈尼亞他自己的活動規律 他什麼時候從這個酒店離開什麼時候回到這個酒店 回到酒店裡面的習慣是先吃飯洗澡什麼祈禱然後是睡覺還是什麼他會開會打電話 對他個人的這個行動規律啊完全掌握能夠準確知道他什麼時候躺在那張床上 這是指第二點第三點呢事先就安排了特工化妝層客房服務員 通過高科技的芯片鑰匙打開了他的房間進入了他的房間 進入了他的房間除了把這個房間裡面拍照掌握房間裡面具體的各個方位 他活動的各個位置了解他的大床放在哪裡之外 最重要是什麼是在他的床鋪上安裝了感應裝置 這個感應裝置就是當人睡上去人是有人體有重量的嗎 當你睡上去以後就觸動了這個感應裝置 就能夠讓遠程觀察的摩薩德特工能夠完全了解到哈尼亞現在已經準確的躺在床上了 因為感應裝置已經發出了信號嘛 更關鍵的是在他的枕頭上已經留下來了DNA識別頭髮的那個感應器 因為他這個床上通常會有至少是兩個或者是四個枕頭 因為他睡的是那個大床了至少有好幾個枕頭 每個枕頭上都裝有DNA識別頭髮的感應器 也就是當他的頭震到某一個枕頭上時候 立馬通過他頭髮的這個DNA識別就能夠確認這肯定是哈尼亞 因為如果不是哈尼亞雖然也有一個人睡在這個床上也感應到了 這是個導彈打中的未必是哈尼亞 那就是什麼那這個刺殺行動就前功近期了哇 有他的這個DNA識別信號的話 那就可以準確知道這個床上躺的一定是哈尼亞 那麼在所有的信號都啟動以後 摩薩德特工完全確認哈尼亞已經準確的躺在這張床上 他的頭已經正在了具有DNA識別感應器的這個枕頭上之後 以色列特工就在附近的高層建築上連續發射了兩枚拉斐爾長丁導彈 穿透了酒店的玻璃窗準確的射在床上 也就是雙手佔滿人民鮮血的哈馬斯的肥手哈尼亞就這麼一名嗚呼了 而且以色列的定點打擊是只破壞了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裡面的人全給它消滅掉 隔壁房間都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就是不會讓任何一個無辜的人 讓他本人呢在這個導彈設計過程中 讓那個人呢也殃及於池 這就是人家摩薩德特工人家定點斬首的這個高明之處 也就是這個定點斬首做到什麼指打擊既定目標 絕不上海無辜之人 所以摩薩德幹的相當漂亮啊 現在在摩薩德送領導線奏的名單上面 排在這個方片埃的一號領導人哈尼亞 就讓他呢先去見他的真主了 哈尼亞這個人今年只有61歲 他是1963年在加薩附近 靠近地中海的那個海灘難民營裡面呢出生的 從小在動盪和貧窮中長大 他根本呢就不記得他自己的出生日期 他小時候的那些玩伴要么就是嘛 是因為飢餓和貧窮早就餓死了 要么是早年參加所謂的真主的聖戰當了炮灰了 他自己後來在接受半導電視台訪問時候 他說到他成年的時候 他自己小時候的夥伴已經沒有哪一個人還活著了 他自己呢也認為他自己就是一條難命 也就是活一天就算一天的 這是他自己在早年時候呢 他自己對他自己呢從來就沒認為他是一個什麼人物 也就是難命一條嘛 但是呢任何匪首他的這個成長呢都是有這麼一個過程的 到了1987年哈尼亞已經24歲了 這時候呢他進入了加薩的伊斯蘭大學 開始學習阿拉伯文學 在這所大學裡面他接觸的同學幾乎都是那種宗教激進分子 那麼他本人也成為這個激進的伊斯蘭分子裡面的一個活躍人員 也就是在他進入這個伊斯蘭大學的那一年呢 哈馬斯這個恐怖組織當年就成立了 他就因為積極參加這個哈馬斯的組織呢參與各種激進的活動 在1989年以色列平定第一次巴勒斯坦暴亂的時候呢 他就被以色列抓捕了 以色列呢整整關了他三年 三年以後呢就是1992年把他流放到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間的那個無人地帶 他在那個地方呢待不下去 經過一年漫長的跋涉 他重新又回到了加薩 到他回到加薩以後他已經成為聖戰英雄了 所以到1997年呢他已經成為哈馬斯精神領袖辦公室的主任 到了2006年哈馬斯在全國大選中呢 擊敗了法塔赫贏得了大多數席位以後 當時的巴勒斯坦總統叫阿巴斯呢 就任命以哈利亞為巴勒斯坦的總理的 但是呢這個巴勒斯坦幾個激進組織裡面 他們內鬥很厲害 也就是哈馬斯跟法塔赫呢 他們為了爭奪誰是巴勒斯坦地區的老大 進行了慘烈的內部的火拼 那麼最終是哈馬斯跟邪惡哈馬斯他致命的暴力行動 殺掉了多名的法塔赫的頭目 終於把阿巴斯領導的巴勒斯坦法塔赫組織呢 趕出了架殺 這時候阿巴斯呢也就完全喪失了對哈利亞的信任 他宣布哈利亞這個總理呢被他已經免職了 但是哈利亞這時候已經成為哈馬斯的領導人 他根本已經不把你法塔赫放在眼裡面了 這時候哈馬斯已經做大了 哈利亞在2017年已經當選為哈馬斯政治局主席 隨後呢他被美國國務院定性為恐怖主義的匪首 那麼過去幾年呢他一直是居住在卡塔爾的這個豪華地堡裡面 他通過聯合國申請的各種救災物資安排他的家人呢 成立了五花八門的機構利用全球白左領導人 尤其那些傻白甜的三星呢大發國難財 他個人的身價大致在四十億美元左右 他自己幾個兒子各個都是一萬富翁 他其中有一個兒子叫哈茲穆 號稱是加沙地產王 壟斷了加沙地區的地產生意承包的鋼筋啊水泥啊 以及巴勒斯坦人每個人都必須佩戴的那個頭巾 進入加沙的黑市的各種商品都要給他的家族公司呢 交納20%的營業稅所以說呢哈利亞經過短短的幾十年 他的家族已經成為加沙最富有的四大家族之首 當地的加沙百姓在哈馬斯暴政下已經被當成人肉盾牌的時候 他利用自己掠奪的明紙明膏在卡塔爾過著這種豪華的生活 花天酒地同時和遠程操控的哈馬斯 在加沙對以色列進行的各種統統主義的襲擊 所以今天他被摩薩德提前讓領導先走先把他定點斬首了 完全是嘛是人命天注定善惡有輪迴 讓領導先走就是領導們應當得到的先走的待遇嘛 那麼這次哈利亞他自己命傷得黑來是他 因為他要到伊朗去參加伊朗新總統就職典禮的 哈密內伊也接見了他新總統也接見了他 對於哈利亞來講他到伊朗他認為伊朗是絕對安全的 因為伊朗是反美的也是反以色列的 美國和以色列在伊朗是很難什麼很難布下什麼特工的 他是完全不了解摩薩德是個什麼組織 摩薩德那個情報組織和他的特工組織裡面 全世界各種人種都有混在哪個國家都有 越是他認為安全的國家實際上摩薩德在裡面布下的各種眼線越多 他認為越安全的越是容易被幹掉的 所以說他最終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以色列幹掉了啊 摩薩德的神通廣大絕對是名不虛傳的 所以哈馬斯一把手哈利亞這次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突然就是歸了真主了 這對伊朗來講肯定是一種羞辱了 因為哈利亞是受邀參加他伊朗總統的救治典禮的 按照中東的規矩的話主人是必須保障客人的安全的 現在這個來的客人就在自己首都的酒店裡面就被刺殺了 那麼伊朗肯定是要採取報復的 那麼這種報復那毫無意乱講以色列早就做好了這個準備 隨便你伊朗怎麼報復 以色列是有能力對抗你伊朗這種報復的 哈利亞已經發出狠話說是以色列呢 將會為這件事付出沉重的代價 那你哈利亞有沒有想過 以色列既然能在你伊朗德黑蘭境內 就能定點斬首掉哈利亞 那麼就沒有能力在你伊朗德黑蘭境內 斬首你哈梅內伊嗎 可以講以色列能夠在德黑蘭斬首任何人 哈梅內伊和他的那個新總統 如果你對抗以色列很可能你們自己 今天你在那個高興的叫囂著什麼你要去報復以色列 很可能明天你就去見哈利亞了哈利亞昨天會見了伊朗現總統 今天就會見了伊朗前總統了 所以對哈利亞死在伊朗 除了伊朗它暴條如雷它很難過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難過的就屬於中國了 也就是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馬上就說 反對以色列反對任何一個人 對伊朗主權國家實施這種什麼暗殺行動 什麼讓領導先走啊 你們憑什麼讓領導先走啊 前幾天哈馬斯幾個領導人 還親自帶隊到北京來參加什麼會談啊 這個哈馬斯和法塔赫還搞出什麼內部和解 很可惜這個會談成果還沒來得及展現 哈馬斯一把手的領導人哈利亞就一鳴歸西了 因為中共心疼的是它剛剛主導了巴勒斯坦十四個山頭十四個組織 在中國舉行的什麼北京宣言和平會議 最主要的巴勒斯坦的兩大組織就是哈馬斯和法塔赫 中共本來認為把這兩個人拉在一起搞一個北京宣言呢 就可以在全世界拜譜呢 它能搞定中東它能搞定巴勒斯坦組織 所有的匪徒呢是聽我中國的借此呢向美國叫板的 結果呢這個哈利亞一死中國主導的巴勒斯坦和解呢 估計就肯定打水漂了 目前哈馬斯還有一個仍然藏在加沙地洞裡面的三號領導人 叫伊海亞辛瓦爾這個辛瓦爾估計活不了幾天了 因為摩薩德能在壁壘深淵的德黑蘭幹掉哈利亞 它還不能在加沙地洞裡面幹掉它辛瓦爾嗎 那麼中共現在沒有這個時間再去拉攏辛瓦爾 它對前面這一段時間拉攏了巴勒斯坦14個組織 在北京簽署的所謂北京宣言呢 是中共對外面宣布通過它的努力實現了 法達和哈馬斯簽署結束分裂的和平友好的北京宣言 以色列看到這個宣言以後立馬就表示嗤之以鼻 根本就是中國在作秀拿著這個什麼14個巴勒斯坦邪惡組織 他們所撮合的北京宣言在全世界白譜 好像你中國人搞得定匪徒 以色列直接就把匪徒匪首線幹掉 根本就對你中共這種作秀的協議人家是看了不看 這種協議連吵旨都不如就是你中共在作秀嘛 因為這個所謂和平宣言就跟中共當年簽訂的中英香港聲明一樣 甚至還不如這個香港聲明 因為香港聲明按照中共是講過期作廢 這個聲明是簽完就作廢 因為歷史上法達和哈馬斯簽訂的協議太多了 全世界都在看北京的笑話都提醒中共2007年賣家的協議 2008年沙納的宣言 2011年政治和解宣言 2012年的多哈宣言 2014年的開羅和解宣言 2017年的開羅法達和哈馬斯協議 以及2021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協商協議 所有這些簽訂的那些協議全部跟廢紙一張 前面簽後面就毀 因此來講的話 對於哈馬斯這次和法達和在北京簽訂這個北京宣言 能起到什麼約束作用呢 而以色列的總理瑞塔利亞胡 他就是誓言要把哈馬斯把它消滅到一個不蹭 他這次訪問美國本來是拜登約好了要接見他的 結果就在他出行的前的那個周末 拜登突然宣佈退選了 而且是因為染上了COVID-19 他自己在他的家鄉塔拉華休息 而這個過程中瑞塔利亞胡按照約定仍然是到達美國了 到達美國時任的副總統 也就是現在2024年民主黨總統競選人哈里斯 哈里斯根本就不見瑞塔利亞胡 尤其是瑞塔利亞胡在國會的演講 哈里斯作為參議院議長現任副總統 他是拒絕參加的 直到瑞塔利亞胡到了海湖莊園見了川普之後 哈里斯呢才感覺到如果不見瑞塔利亞胡呢 自己在政治上被動的所以他在華盛頓呢才再次接見了內塔利亞胡 但是他見了內塔利亞胡以後還酸溜溜地警告以色列 要求內塔利亞胡立即停火 理由就是加薩在哭泣 加薩巴勒斯坦人民在哭泣啊 以色列內塔利亞胡立即就反問他 那麼請問去年10月7號 哈馬斯主動悍然進攻以色列 綁架了幾百個無辜的平民 以色列人在哭泣你何為副總統你沒看到嗎 所以說呢你叫人家以色列停止進攻停止斬殺 停止讓領導先走 以色列人會理你哈里斯理你這一套嗎 以色列現在明確就宣布要把哈馬斯斬首到一個不稱 不管你是國家領導人是哈馬斯的最高領袖 還是普通的哈馬斯聖誕分子 以色列現在已經定點清除了哈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亞 並且公佈了新的斬首博克佩埃 目前排在前六位的領導人已經有四位 被摩薩德已經送領導先走了 還有兩位一個是紅桃埃一個是黑桃埃 紅桃埃就是目前來講哈馬斯第三號領導人 辛瓦爾黑桃埃是卡桑宇的負責人戴義夫 這兩個人要不了多長時間也會什麼也會跟隨已經送走的那四個領導人 最初他們一起去摩薩德是不會漏掉哪一個的 哈利亞之所以能活到今天是他認為呢 他躲在這個最安全的卡特爾之外 他去北京也好他去伊朗也好 他認為北京伊朗都是安全的 說不知人家以色列人早就布下了天羅帝王 隨你在哪裡都是可以斬殺你的 沒有在北京動你的手是因為以色列不願意跟北京挑起戰爭和矛盾 不願意把這個戰火燃燒到中東之外 在伊朗對你進行打擊因為以色列早就知道 伊朗是哈馬斯的最後的金主是背後的黑手 把伊朗剷除掉你以色列在中東才有和平 所以以色列主要是先保證自己家鄉 自己所在的中東地區的安全 現在還沒有這個意願要跨越太平洋 來跟你中國呢跟你中國發動戰爭 目前來講以色列是在中東地區自保 在保證自己的中東地區的和平安全之後 北京如果作為黑手在背後支持 那麼下一個定點斬殺一定會在北京發生 這個完全我們可以預料摩薩德一定做得到 也就是摩薩德的特工可以講叫無所不能 隨便講什麼語言隨便是哪個民族 隨便是哪一個國家他都有能力把自己的特工派進去 最終完成什麼像斬殺哈馬斯一號領導人哈利亞這樣的驚天答案 能夠讓全世界永遠都知道 你如果被摩薩德盯上那你就跑不掉了 無論你逃在天涯海角 摩薩德一定什麼跟你血在血藏 好今天的節目我就跟大家說到這裡謝謝大家